观众朋友 晚安 我是阿关 这不是新闻 这是新闻背后的真相 台海现在越来越紧张 想不到苏贞昌和马英九又爆了口水战 胡锡进又再度呛吓 说会对台湾进行正义战争 我们等会来谈谈台海现在的情势 同时也来谈谈 燕博时钟的战争似乎也没有消停 在今天我们的阿中部长说 请他们不要盖牌 之前是有很多质疑的声浪说 为什么不普筛呢 是不是政府在盖牌 现在反倒是阿中部长说 血清报告为什么不公布呢 是不是在盖牌 所以到底谁在盖牌呢 好 我刚刚来介绍 再见了 今天现场的来宾要请到 药理学教授潘怀宗 大家好 要请到国民党文庄会副主委 郑世伟 大家好 以及前雄三飞弹总工程师张成 大家好 邀请到资认媒体员钟年华 老官好 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钟嘉宾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康然俊 大家好 赶快带您来关心 到底马英九和苏贞昌 报了什么样的口水战呢 制造恐慌 最内行的就是蔡总统 就是去年选举的时候 他不断地制造芒果干 后面没有要投降 我跟中共打架道 一下子讲究对等互惠 共击不断地绕寻台湾 还实弹射击骚扰台湾 却没有半句责备 反而还来讲什么守战集中战 台湾不安全 让人民不安 实在很对不起台湾人民 给他的善意跟后代 双方隔空交货 不只是苏贞昌马英九隔空交货 台湾跟对岸也在隔空交货 我们先来看胡锡进怎么说 胡锡进说要发动正义战争 叫台湾准备迎接中国的军事打击吧 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国防部 也做回应了 国军有三模式 再加上我们的F16 也进驻澎湖应战 国防部的回应说 如果赶来 会让他们死得很难看 任君 这当然有差别 你记不记得前一阵子他还讲说 不要开第一枪 不要开第一枪 那是中国大陆说的 结果今天胡锡进的说法 态度转映了 大概了 他都讲说不要开第一枪 那不是说给他们听到 是说给我们听到 叫我们不要打 有什么 他讲说台湾跟美国 如果再继续这样的挑衅的话 他们就要开出正义的一战 问题正义是他自己说的 对我来说 你就是一天一天 你把我们摸 你把我们摸 哪有什么正义的这件事 不过现在带有一些状况 就说你看 中国大陆是不是一直在想办法 制造台海之间冲突的原因 你要玩 你才能冲突 所以他前一阵子讲什么 反分裂法 反分裂法 其实就针对台湾 你现在如果又讲说什么 外国势力又介入怎样 说真的 中国大陆他要打他就打 他怎么跟你说这个 他说你那个什么不开第一枪 那都说给我们听 叫他不要乱来 但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你刚刚看得到 比如说刚刚几个新闻点 其实还蛮特别的你知道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谓F-16 要进驻到澎湖去 其实以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每一年4月到9月份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海巷 跟他那个天后状况 其实比较好 那时候我们在研判说 共军如果真的要进班台湾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 其实他有可能大规模的渡海 或者是他的这个所谓的飞机 什么的那比较有可能是攻击时间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天驱计划 天驱计划是这样 就是我们有个IDF的这个中队 每年4月份到9月份的时候 会到澎湖那边去 驻地大概是半年左右 可是现在公斤鸟 那有什么海下 什么天后的问题 一天一天就跟你搬 所以现在就有人建议 是不是把一个F-16的中队 让他常驻在澎湖机场 那个地方 就不要说你换房 要搬来搬去 你每天要在那里挑衅的话 我们就直接在那里 最快可以应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国防部的三剧本 三模式是什么 这个剧本其实老实讲 它是从空军的角度进来 我用一个解释 它是讲说 如果我今天发现来分之敌机 或者是我在空中 发现不明光点目标的时候 我确认它是这个攻击的话 或敌人的话 第一个 先广播驱离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的飞机会赶快升空拦截 第三个是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就大概会有开火 或逼它降落 关键是我们还是有可能会开火 对 我跟你讲 其实这个东西也没有一部曲 二部曲 三部曲 这个全部都是同时间在做 有什么 我雷达光点 你会跟你说什么 蔡英文的专机从金门起飞 有一个不明光点的飞机 在我们那个ADIZ的 那个西南角的地方 也不开讯号 你觉得空军的雷达 会有一个光点在那边 我通通都不要管它 不管你是谁 是外星人还是什么 不可能 所以广播的同时我跟你讲 其实大家可以放心 台湾的空军基本上 你只要有醒着的时候 空军都会在天上飞 也不会等到说 我看到人家的时候 我才拍一个飞机起飞 不会 我们直接就有飞机会过去拦 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对岸还是台湾 最近动作频频 我们现在讲对岸 除了天天军演 从8月24号昨天开始 一直到9月底 总共有10场军演之外 最近又布置了非常完整的JDAM精准打击系统 这是什么 我先把它英文翻译成中文 J是Joint D是Direct A是M Attack M是Munition 重点是后面三个字 Direct Attack Munition 直接打击的一个武器 我先介绍这个JDAM 我们先回顾一个故事 在1999年的时候 那个南斯拉夫的大使馆 是 被美军的B2红大机炸了三颗JDAM 为什么要炸那三颗JDAM呢 是因为美军认为 他们在南斯拉夫的F117 那个遗骸就在那个大使馆里面 所以他炸了三颗的目的是 希望那那个遗骸不要被中国大陆 或者是被俄罗斯 解密 那当初的三颗JDAM打下去了 全世界为之一惊 怎么有这么精准打击的炸弹 就是Direct Direct Attack的大炸弹 所以JDAM就是 精准打击炸弹 对 所以现在中共也部署了JDAM 这样讲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 投射武器 大家可以分类 一类就是丢出去就算了 像一个炮弹 炸弹 丢出去就算了 那我们在丢出去的时候 我们当然希望经过 所谓的Initial 起始计算 让它打得准 不管是炮弹或者炸弹 那另外一类就是有精准导引的 比如说火箭 飞弹 它可以在过程中定目标 或者是来导引它的 那JDAM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炸弹 炸弹 我们把它加上一些导引的能力 那它上面就必须配备 所谓的这样的GPS 这一类的东西 那另外呢 那对岸配备的一定是北斗卫星 就是北斗 我们上个月才知道 他们最后一颗北斗卫星打上去了 整个建制完成了 所以他们以他们的所谓卫星定位系统 因为GPS讲的是美军的 以他们的卫星定位系统来讲 他们现在把他们的炸弹 开始改装成所谓的JDAM 精准投射炸弹 让也让希望他们 他们也是希望建立 类似当初南斯拉夫那种场景 我可以精准每一颗炸弹都精准地 打到一个目标 也就是将来呢 对岸射的炸弹 不会受到GPS的干扰 老美也没办法关到GPS之后 让它射不出去了 因为用它的北斗 好 第二个呢 刚刚其实任俊谈到了 我们现在F16进驻澎湖 其实不仅仅只是我们的F16进驻澎湖 我们的瑞渊无人机 开始进驻南海主岛 瑞渊无人机代表的是 好 这样子 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F16进驻澎湖的原因 因为在我们国军里面 那个IDF是属于轻型战机 F16是属于比较重型的战机 那在澎湖那个地方 东北气风强的时候 轻型战机呢 比较不容易的安稳的飞行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有人提议说 那我们把重型战机 全天后的战机 进驻澎湖的原因在这边 这是神区部队 好 那我现在继续讲一下 我们的瑞渊 瑞渊从2017年 就交给海军来用 为什么要给海军来用 以前是陆军在用 为什么交给海军来用 是因为对海军作战 我们军方有句话 没有情知就没有战场 这一定是这样子 对 瑞渊无人机是 专门在做侦测用的 侦测用的 对 所以他交给海军之后 因为海军的战术大队在使用的时候 海军为什么要用 因为在海军的雷达所看到的 萤幕上所看到的就是光点 那有一些 那光点是什么 不像空军比较有所 打印器可以知道那是什么 或者做所谓的 signature分析 就是所谓的影像分析 知道它是什么 海面上有海平面 常常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 所以为什么叫瑞渊无人机 它是一个侦察用 带着数位影像的 摄影的无人机 它可以飞到那个 譬如说岛的后面 或者海平面的后面 去看看那边有什么东西 事实上这个效果 在2017年交给海军之后 马上隔一个月 海军就在我们东岸 发现到大陆的 北极星的电子侦察船 所以这次把它配在 那个东云岛 就是要增加东云岛 它的所谓的东沙岛的 那个侦察能力 那我们在那边 我们已经加强一个 连在那个地 一个路上这个连了 那我们在那防卫 可以更顾手 好 因为也预防 八月东沙岛 他们会进行所谓的 夺岛计划 不如我们回来看美国 现在正在进行 环太平洋军演 在今天曝光的照片 曝光的画面非常壮观 这一次美国所办的 这个环太平洋军演 其实包含美国 如果美国自己不算的话 其实找了九个国家 包含到什么你知道 法国 加拿大 澳洲 日本 菲律宾 新加坡这一些 连南海周边的国家 其实都进来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我们在讲军演 有时候军演的东西 它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泛 可是你光看这一次 它其实是以海上的 这个作战军演 作为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主轴 所以你看到 总共有22艘的这个舰艇 还有一艘的这个潜艇 总共大概有 5300个人参加军演 那你知道在海上军演这种事情 其实也不是说 像我们在陆地上 大家就以数量取胜 那个其实都在干嘛你知道吗 除了你刚刚画面上空拍 所有大家集结的时候 其实在军演的时候 其实都是各自进入到海上的 作战的战术位置上面 意思是什么你知道 这叫做区域联合作战 也就是每一个国家你的船只 会分到任何一个指定的地区里面去 你就在那个演习时间 做好你的这个工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在这一次军演里面 其实大家看到另外一项东西 是什么你知道 我给各位看一下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叫做阿提米斯的 这个侦察机 这个是在这一次里面 也被大家所发现的 首先是 我跟你讲 它是军方的 可是你在它的外观上面 看不到任何军方的涂装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从民间公司直接掉来 这个是加拿大的公司 所做的这个飞机 这个叫做挑战者号 是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你刚一直在讲说什么GPS 北斗卫星或什么 它在做定位对不对 这一架飞机是美国陆军 第一架的喷射式的所谓的侦察机 这个侦察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你知道 它一样装有一个超高解析的 监视器一种叫HADES 最重要是什么 我们以前在战场上面的时候 你画面以前看到 我们都是用什么E3P那种 螺旋桨飞机飞得又慢 你飞得慢其实以前早期 是因为跟它的监视器的 解析度有差别 我飞太快 我没办法太快地去征收 以它现在装这个新型的 这个做法之后 它其实就是可以 它可以跨战域 也就是当我的速度够快的时候 我拍回来的东西 解析度够强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把讯息 传给我的地面部队 所以为什么它这个飞机 它其实出来的时候 跟有不一样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 我们那个瑞渊对不对 瑞渊它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因为你船只在海上的时候 攻击你扫过去就是一个点 你根本搞不清楚它是干嘛的 瑞渊所做的东西 其实跟它会有一点点像 只是瑞渊它去扫海上的目标 所以我海上有个东西 而且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船的时候 瑞渊过去飞 而且最重要是它制空时间 有12个小时 我可以在空中一直飞 一直飞 我也不用担心它油料不够或怎样 我就过来 而且它最大半径 可以有150公里左右 你现在讲是瑞渊还是 瑞渊 所以我就讲这两架东西 其实它们功能很相近 可是对美军来讲 美军更快了 我用喷射机来 跟你做这种所谓的侦查 所以他把这个拍照 移动中的目标 然后我一样可以侦测完之后 传给我的第一面目标 它变成什么 空中的眼睛 甚至可以打法做脑袋 而且这一次还不见了 战斧 是 你可以看到战斧 我现在给各位看这个画面 这个其实就是战斧飞弹 战斧飞弹上一次你知道 你记不记得川普 他在跟人家开会有没有 跟习近平开会开一开 不好意思我战斧飞弹打出去了 战斧飞弹现在也传出来讲说 有人认为说 因为现在整个台海 或者是南太的状况 比较危急 也建议说是不是把战斧 配到这个所谓的南太这个地区 让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其实战斧飞弹来说 他其实他命中率大概85% 所以在美军 其实在波斯湾战争 他有很多战争 他很喜欢使用 可是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知道 以前大家对于战斧 最有的概念都是从海上面 比如说我在潜舰 我在这个所谓的船只上面发射过来 这一次预计 就是说如果他们希望说 如果能够拍的话 改用陆机式的 也就是我在陆地配戴发射车 直接从这个地方 那代表什么 就是我常住固定点在这个地方了 我就把它作为基地了 只是我用车载的方式 增加它的机动性 好 所以不管是人均所说的 阿提米斯还是战斧 都是剑指中国 是啊 阿提米斯这个 它本来是阿拉伯文 它的中文意思就是月光女神 为什么叫月光女神 晚上看不到东西 可是晚上如果有月光的话 是不是可以看到东西了 这就是形容它是一个侦察用的 晚上可以看到东西 那它相对于 对美金在使用 它相对于卫星差别在哪里 我们知道卫星 其实在空中在做征照的时候 并不是每个时间 每个地点都有 那这阿提米斯它很重要 对美国陆境 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补足卫星征照的补足 所以它航行高度 大概有上万英尺高 那同时它可以监测 大概几百公里的范围 更重要的一点在哪边 它可以在这个时候 去监测移动的目标 这就是卫星不见得做得到 它为什么做得到呢 它是把影像 红外线跟微波 三个合在一起同时处理的 所以如果陆军上会 陆上会移动那么像一个坦克 那是对于天上来看 是非常小的东西 而且有所谓的 我们叫Lang Clutter 陆扎坡的回射 如果只用雷达看是看不到 所以它在技术上 它把刚刚讲我提到说 它把影像 把雷达波 微波 还有红外线三个合在一起 就算在晚上它可以清楚地分辨 这边有一个移动的目标 然后经过它的所谓 执管通行系统 交给陆军所需要的单位 所以它的威力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常常在想 它会不会具有另外一个功能 在猜测它具有通讯的功能 因为它既然可以这么精准地 侦测到一个目标 那如果对一个战区 可以做所谓的通信中距的话 类似卫星电话的话 那它的功能就更大 它现在把这个属于陆军的一个 侦察机 喷射增加机 移到我们亚太太平洋这地区的话 代表就是 它已经才开始经营这个战场 熟悉这个战场 当然是不是剑指台湾 是剑指大陆了 好 那也来谈谈战斧 战斧飞弹 它这个巡翼飞弹 我们为什么会需要巡翼飞弹 因为它常常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讲它的射程 第二件是讲它地貌飞行 我先谈地貌飞行 什么叫地貌飞行 譬如说这边有个飞子 它可以转个弯架飞过去 类似这个样子 就是 为什么我讲 转个弯架飞过去 它不是从上面飞过去 因为很可能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防空雷达 如果我从上面飞过去的话 就会被飞弹打掉 所以它就转个弯架飞过去 所以所有的巡翼飞弹 它所谓的地貌飞行 它前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叫做路径规划 路径规划需要请指 需要卫星征照的各种请指 那它按照这个路径去飞之后 它可以让它的所谓的 被拦截率大大降低 所以虽然它是一个 次因素的一个飞弹 它拦截率可以大大降低 那刚刚人群也提到说 命中率大概百分之八十几左右 我想提一提在2018年 那个叙利亚战争的时候 叙利亚战争的时候 那个川普中的下令 用一百多枚飞弹去打叙利亚 那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照片 两个机宝直接从上面打下来 把飞机击破 击中 为什么提到这里呢 它虽然运重率还是有误差 它大部分发生的情形 都是在中途的阶段 中途被拦截到 它一旦到达目标的是精准打击 那如果现在这么一个群域飞弹 部署在我们西太平洋 就算陆基的话 我们把一千六百公里一划 那个范围是非常大的 不管它是部署在琉球 部署在日本本土 部署南韩或者部署在台湾 那一千六百公里 基本上以这种精准打击能力的话 那大概整个中国 都在它的涵盖范围之内 我们回到国内 国内燕波时钟的战争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消停 在今年阿中部长又说话了 他说报告不是说要公布吗 怎么不敢要公布呢 干嘛要改牌呢 当然我们本部也收到一些相关的检举 那我们会就检举的事实 如果说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证据 我们会去调查 相关的研究者在还没有出来之间 就不断的对社会有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那既然是这样子 那如果有结果出来 那就应该跟社会大众说清楚 如果不能够把这个报告公开 也要把说不能公开的理由 是什么跟社会讲清楚 因为前端已经引发社会很多的讨论跟争议 那反而现在来盖牌 让社会更多的争议跟讨论 那是没有必要的 现在不断接连被踢爆 其实这个血清报告是筛检学会跟工卫一起做的 对 但筛检学会不断的利用彰化县卫生局的办公室开会有甲工祭司去写 对 没错 因为他的后来有人去查 因为这个叶燕博他是台湾筛检学会的理事长 那这个筛检学会的地址就设在彰化县政府的卫生局 然后他的卫生局里面 而且他那个地址是不是换过很多次 对 其实我后来问一个医师 他说这个在医界还蛮常见的 就是理事长是哪个医院的医师 那这个地址就搬到那个地方去 那他们长久以来也觉得说OK啦 习以为常就反正就像叶燕博子讲 收发文方便嘛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他有点太便宜形式 就是说第一个你是公务员 你不可以把工 而且他们甚至开会是借卫生局的会议室开会 好 这个是有证据的 被媒体踢爆 张华县卫生局三楼第一会议室在干嘛呢 在开台湾筛检学会109年会员大会 张华县卫生局三楼简报室在干嘛呢 开台湾筛检学会第四届第八次礼监事会议 张华县卫生局三楼简报室在干嘛呢 在开台湾筛检学会第四届第五次礼监事会议 而且据说查核他们的账目 发现台湾筛检学会没有付任何一块钱 给张华县卫生局 换句话就是免费使用张华县卫生局的会议场地 而且我相信 张华县卫生局的会议室平常应该也是不外借的 因为局处的会议室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外借 因为通常会议室大概就在局长室附近 你一天就有这个人闭门 我插到那个时候会议室怎么办公 所以这一点的确是有检讨的必要跟空间 因为第一个你在那边收发 那请问帮你收发的是筛检学会的职员 还是卫生局的公务员 还是替代艺 这个你很难去厘清嘛 那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次被张华县议员踢报的 就是说他们张华县做了一个 外籍移工的血液抗体的筛检 结果发现跟这个万人筛检用的实际 是同一个品牌的 而且张华县政府还涉嫌偷跑 怎么说呢 因为他要做外籍移工的血液 血清抗体筛检 他跟劳动部申请了一笔经费补助 可是他是7月份才向劳动部申请 那劳动部8月份核准经费补助 可是张华县政府6月份就招标了 而且已经决标了 那万一你标到了 决标了 最后劳动部说 我对不起 我预算有限 我这钱不给你 那是王慧敏县长自己 他说他得到口头应允 不是 这个公务员办事 不可能用口头 一定是要看公文 一定要照程序 对吧 结果劳动部钱都还没给你 那你就决标了 那万一劳动部最后不给钱 那不是县长自己出钱吗 那外界现在质疑的是 移工和万人血清筛检的事迹 用的都是同一家 而这一家外传 我们也不知道真假 据说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他们认为就像我们之前 有爆发疫情的 第一次一定会想说 老百姓会不会囤口罩 因为有SARS的经验 所以这家公司 他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就想说可能会用到筛剂 所以就囤了很多筛剂 但没有想到 台湾疫情控制得很好 筛剂也没有使用那么多 但筛剂是有期限的 有保存期限 所以现在被质疑 是不是为了要赶快 把这些筛剂给消化掉 所以才举行了万人血清筛检 以及移工筛检的活动 这个当然是一个合理的怀疑 的确因为这个血清抗体的这个试剂 它的确是有保存期限 而且这个过保存期限 不像我们家里有时候 罐头过期一两天吃一吃没关系 它那个保存期限 它是有期限的 而且会影响它的差异性 就是它的准确度 而且我觉得现在到现在为止 不管是彰化县政府 或是台大工会学院 它不敢告诉我们 或者说它还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筛剂到底是哪个品牌 有什么好夸这种程度 两个不同的研究 都要指明用它的筛剂 我说出来 我大家评评一下 好 这几件事是不是要说得清楚 没有 卫生局它有讲 它这一个筛剂 它是跟中央是同一款的 而且你必须要经过 这个美国跟我们台湾 这个双酮认证 那是很少的 好像就只是这样 没有人质疑它筛剂有问题 质疑的是 是不是为了消化库存衰竟 我相信这一个部分 它依法行政 那如果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那我相信张化县议员 你可以去做 依法行政的一个 这种也可以调查 对 第一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有没有公务人员 如果兼职要依法申报 我过去当副县长 我兼了一个什么救难权协会的理事长 我都还要依法申报 还要县长同意才可以 那先问王县长 请问你的卫生局长 兼了这个兼职 它有没有依法跟承报 我们公务人员有很多种 有的财产要公布 有的要强制信托 还有你的兼职要承报 议会第一个可以问这个 第二个 政风是这样子 我们的任何的一个采购 中央中央的补助 我在地方作用过 你如果核准了核准文号给我 我要议会垫付 因为我要去招标 招标要钱 钱从哪里来 主计如果你没有议会通意垫付 你没有这个文号 没有付款 主计是不会让你同意上标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彰化县政府应该这个说明 或者市委说得很好 彰化县员赶快质询一下 这个我们议会 有没有议长去垫付 这个案子可以上标吗 你们就已经开始执行了 到时候补助没有下来 文号没有下来 你怎么核销 还有有一种情况 就是一余好几次 我同一批计划 我这边申请一个 这边申请一个 同样的人 做你这个计划 也做你这个计划 其实就有一种什么 规模经济的效果 所以嘉宾的意思是 移工计划也好 或者是万人写清筛解 很可能是一与两吃吗 有可能他雇佣同一批人 扩大他的经济规模 然后先不要说这个 筛记是有没有要 去化筛记的这个嫌疑 但那是行政程序 所以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第一时间 陈中部长说请正风调查 因为这我们在地方中很清楚 公务人员一定要依程序行政 你这些程序没有走完 你该报备的没有报备 未来一查都是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为什么不公布报告呢 不公布报告背后 是不是有很多复杂 而不能说的秘密呢 是不是也应该说清楚讲明白 不过我想民众更关心的是 台湾该不该普筛 普筛到底对防疫是加分还是减分呢 我们的阿中部长说 当我们的筛记的准确率 没有办法达到很高的准确率的时候 就会有尾阴性和尾阳性 有了尾阴性会形成防疫破口 有了尾阳性会增加医疗负担 那真的是这样 潘老师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这是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公布的一张数字 是 这张数字是用这个 所谓PCR检测为所谓的这个预测 因为我们现在检测刚刚我们的这个中兄 就有特别提到有分为所谓的PCR检测 跟血清抗体检测 是 PCR检测我们在这边讲过很多次 很贵很耗时间 目前台湾自费一个要7000块 韩国一个是4000块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PCR检测 对 这张图是用PCR检测来做例子 PCR检测也有这么高的尾阳性和尾阳性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的普筛到底是什么普筛方法 你如果普筛方法是用PCR的话 那是很贵 而且问题是时间也耗生很久 目前台湾的能量 一天最多大概是7000个人 所以确实会造成我们很大的负担 但是如果 对 如果是用刚刚钟钟讲的血清抗体 刺激就非常快 因为那是用血液 它的能量就很大 所以因此 我首先要强调是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是用PCR做普筛 但是其实普筛并不一定要先用PCR 这一点我要先强调 好 那如果你用PCR做普筛的话 那么疫情指挥中心引用 英国医学期刊 一个权威期刊里面 就讲说 它的敏感性是90 特异性是95的情况之下 用这个做 所以我为什么要在这边强调说 用PCR做的时候是这种比例 好 那假设是这种比例什么 那敏感性90 特异性95是什么意思 好 我来解释 敏感性90就是说 真正有100个人得到 只敏感到90个 10个漏掉 露网之语有10个 就是敏感 就是我很敏感 你100个人有人得 我可以敏感到90个 但是10个漏掉 所以因此假设 现在真正有500人的话 漏掉10个 10%就是50个 看到没有 如果真正入境的人 有500个感染的话 因为我敏感性只到90 所以我会漏掉10% 漏掉50个 尾音性的人 对 所以这50个会啪啪噪 那成为防御恐怖 如果你不检疫14天的话 所以现在的讲法 其实是各说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因为我普筛 并不一定不检疫 隔离 听懂我意思吗 有的严格的国家是 普筛又检疫 加14天居家 那现在是我们不普筛 只检疫 对不对 是 所以因此就有三种情况 普筛不检疫 对不对 对 不普筛 检疫 是 也有又普筛又检疫 这是最严格的 所以现在这种讲法 只有一个情况就是 你普筛了之后就不检疫了 才会有这种情况 如果普筛了又检疫 就没这种情况 那特异性有什么意思 特异性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测到你是有 但结果你是没有 那这种是5% 那就是伟扬性 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 在25万人从1月份 这个也不要讲一个月 是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 所以足足7个月 台湾入境人数只有25万人 因为现在的机场 几乎都关闭了 所以因此在7个月之内 才25万人 所以那是每天算起来 其实没有多少人了 但是25万人里面 你测的时候 有5%的伟扬性 所以因此会有 一万两千五百人左右 你去乘5% 25万人的5% 刚好是一万两千五百人左右 那这些伟阳性 如果测出它是阳性 那就当然要 要隔离 要隔离 就会增加医疗负担 对 那这叫阿中部长讲的 但是这也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因为世界各国 也有规定就是说 如果你测出来是阳性的 但是症状不重不严重的话 它才居家隔离 如果你记得当时 为了减轻医疗负担 在新加坡当时有宣布就说 你就算测到阳性 但是因为你的症状非常轻微 所以我们并不收进隔离病房 我们也不进重症加护病房 我们要求你居家隔离 或者甚至像早期 或者美国现在也有在这 什么叫方舱医院 你记得吗 所以方舱医院的意思就是说 我盖了一个足球场很大 但是你是确定阳性 可是你没有得的 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很倒霉 就说因为你进去的时候 你伪扬性会变成真阳性 对 被传染 对 会被传染 就很倒霉 但是我刚刚讲到几件事情 不知道观众朋友听到了没有 就说我们做一个判断 不是只靠这个 这一点观念一定要有 如果以刚刚我们中先生讲 资深媒体人中先生讲说 他特别提到 就是说血清血赛脏话 罗氏药厂出的 它的敏感度是百分之百 它的特异性是99.8 罗氏药厂出的 如果按照这种情况的话 敏感性是100的话 这个是零 这个是零 然后如果特异性是99.8的话 这里只有500 所以如果我们用了罗氏 就没有阿正过讲背心的 我都没有这样讲 我只是提醒大家说 我们检测东西 这个是讲PCR 但是并不是讲血清抗体 我们医生判定 也不是只泡这个 判定的东西很多 而且你在做的时候 你不是只是普筛不检疫 你可以普筛又检疫 然后你可以普筛之后 再用别的方法 用各种不同的普筛方法 跟各种不同的方法 它其实整个网是非常密的 就防疫的角度来讲 你一定只能靠PCR检测 因为它检测是 你现在有没有被感染 血清抗体人会产生抗体 是因为你感染过后 你才会产生抗体 所以血清抗体是比较偏向于 学术研究的范围 你要防疫的话 靠血清抗体已经不够了 因为已经感染完了 而且我听李宾颐医师讲过 他说其实我们人的身体里面 有四种冠状病毒 很容易被验这个 武汉肺炎冠状病毒的血清抗体误判 所以做这个学术研究 有时候要非常的仔细 要做交叉的比对 好 所以李宾颐是反普筛派 所以现在就是 刚刚潘老师所说的 普筛派和反普筛派 其实都有道理 也都有点问题 所以现在大家就在讨论德国了 因为德国他已经实施了普筛之后 又重新把实施普筛之后的成果 拿出来讨论 而且现在看起来 德国在9月份的时候 要完全调整他们现在的 所谓全面普筛的这样一个政策 他要改成这个居家隔离14天 这个当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 你知道 所以德国先全面普筛 后来觉得医疗资源可能会太紧绷了 所以现在改成用隔离 只用解疫吗 事实上他也不是一次到位的 就这样改过来 应该这样讲 就是德国原先开始 他在做这个全面普筛的时候 所以你入境的时候他就做 而且在机场做 最重要是国家自己出钱 那问题是出钱的时候 他也发现到说 你真的要去做的时候 刚刚这个潘老师已经提到了 你里面会有所谓特异性的问题 你会有敏感性的这个问题 所以照导致是什么 他有很多可能是伪扬性的人 他就进入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去 导致他整个医疗面临到这个状况 所以他在8月8号的时候 有重新调整过一次的政策 他那调整的就是说 从美国 俄罗斯 比利时跟西班牙等 高风险国家的人进来的时候 他就说如果你在入境之前 你应该先去做检查 检查的是在你入境前48小时 你应该要去检查完 周要有个报告 对 你报告还是没拿回来 不好意思 你入境之后 你就必须要怎样这样 在机场或者在居家附近接受检测 当然大家在医疗的那个费用 还是一样由政府来出 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 没什么太大的差异 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有症状 如果你觉得怎么样 基本上那一块不是问题 可是你又有发现到 第一个 他从全面普筛的状况 开始在8月8号的时候 先调整了 先调整到就是 我只要高风险地区的国家 其他的他没有要求 可是他也发现到 即使他这样做的时候 除非他通通不要让人家进来 否则他的压力 还是非常非常重 好 所以第一阶段是 只要你进来通通要普筛 第二阶段改成是 从高风险地区进来的人 要普筛 但即便是这样 发现医疗资源还是受不了 是没有错 那如果德国受不了 我们受得了呢 这个部分今天媒体报导 他讲说他们这个医疗体系受不了 然后他们不做普筛了 事实上德国的汉堡市长 他不是这样子讲的 他两篇的一个报导 他今天针对我们这个新委 我们政策会的这个研究员他有讲 他讲说德国汉堡市长 他的意思建议卫生部是讲说什么 你进来你就普筛 他有没有 还有那个病毒会有潜伏期 你是不是第一次普筛 然后你第五天的时候 你又普筛一次 你浪费了这一些医疗资源 这些医疗资源 你应该给高风险的 甚至于比较有这个可能的 然后来做 所以我没有搞懂 市委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国民党发现 现在媒体都说德国要改了 德国本来普筛 现在不普筛了 这是一个假新闻吗 国民党说这是一个假新闻 我会觉得讲说新委 用这个假新闻 或许比较严厉的一点 我会认为讲说 他对于这个周刊两篇的一个报导 他把它整合起来 他有不同的看法 他还原一下 这个德国汉堡市长他所讲 他说的是两件事情你知道吗 我刚刚提到那一段 是德国现在的现行的做法 德国汉堡市长是他认为 他觉得可以怎么做 这个不是现行的做法 汉堡市长他讲的建议是说 他把这个高风险地区回来的人 他现在是这样讲 他说你最早必须先隔离五天 然后再进行检测 隔离完再塞 对 他其实有提到就是说 他也觉得说有一些人 如果你是自己从国外回来 本来风险就要致富 所以是不是有费用要付的问题 费用致富 所以新委把那个东西 把两个都到道顶说这个是一个假的东西 我还是强调 我们刚刚提的叫做德国政府 现行的做法 那到底德国有没有改普筛这件事 他现在就是要改 所以你现在拿一个汉堡市长 他个人的建议来说没没没 这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两码的事情 他现在要改 但是并不是改到普筛 他只是改成对高风险地区 还是要筛 对 而且一定来的也是 最主要是因为德国除了医疗资源受不了 他们的实验室受不了 因为他们就是一开始 即使现在改成高风险普筛 一周要检验85万个 他们的实验室能量全开也才能120万 问题是你不能所有实验室都在检验这个 实验室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 所以为什么汉堡市长跟那个病毒学者 他会出来政府说你是不是要改一下 好 那台湾如果进行普筛 或者对高风险地区来的人普筛 台湾有没有这个能量 台湾能量够吗 因为德国说我的实验室没办法 那台湾的实验室可行吗 其实就是要看多少人进来 因为你像刚刚我们那个 德国是一个礼拜八十几万 对啊 那么多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我们七个月才25万 现在台湾有对菲律宾进行普筛 对啊 那如果说 那如果说再扣除高风险的话 那可能更少 我举个例子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我们这个中研院研究这个筛检技术 15分钟就OK了 他讲说经过三四个月 就能够这个生产 到底有没有 那这不是PCR 不 我不晓得 这是类似的 你如果说要筛检的话 那个时候是在比快的 那你现在经过三四个月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技术如果有到那个成熟 那现在就可以用了 他这已经记转了 而且市委 我跟你讲 是不是可以用了 不只中研院的公研院做了一个 大概像一个可乐罐大小 现在已经配到外岛跟海军的军舰上了 就是从那个磐石舰 东木支队那个群聚感染之后 因为他们知道说 你在船上 你不可能把那个 现行的PCR机器太大 所以他公研院早就已经做了 都已经配到离岛跟东木 那个海军的舰艇上了 所以我想 观众朋友们还是要搞清楚 普筛是仅仅为了防疫吗 还是除了防疫之外 有经济或其他解封的层面呢 那如果仅仅是为了防疫 隔离14天 照阿中部长的说法是 隔离14天之后 如果你没有任何症状 也没有任何不舒服 再加上7天 14加7 7是自主防疫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就已经够了呢 还要再经过普筛吗 或者我们普筛 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是 我们如果做了普筛 我们是不是能够 把隔离的天数降低 我们是不是能够 把隔离的压力减轻 我想这还要进一步来做理清 不紧接着带您来关心的儿事 现在他也非常紧张 但是有人说 阿京怎么会怕 阿京现在是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到在北戴河会议之后 突然之间又有大关落 所以大家就说 现在内斗的情况又加剧了 再加上韩正逃过了美国 第一波的制裁 开始有些阴谋论者说 韩正为什么逃过呢 照理说韩正也买了很多豪宅在香港 为什么不查韩正呢 为什么不点名韩正呢 因为韩正是不是和美国 做了筹码交换条件交换 或者他是不是一个spy爆料者 这又再度引发了 习江斗争的争议 所以我们来看 最近的两虎落马 是不是真的跟江派被修理有关呢 因为现在这些落马的人 都剑指是曾庆红人马 那我们知道曾庆红跟江派关系密切 所以陆媒就说 忠良落家 这里面要念吗 盲 落家盲 忠良的落家盲 他有江西邦的背景 所以其实也跟江脱不了关系 其实这次重见落马的 第一个这个人叫做龚道安 他是上海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的局长 这个权力很大 他是如何起家 他是因为当时在中国在侦办 被称为百姬王的周永康的事件 原本中国政法委 他表现非常好 所以被当时的这个政法委 孟建柱一力提拔 所以就一路做到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 结果他最近被逮了 那更好笑的是 提拔他的孟建柱 突然被重病住院 被住院 对 被住院 而且他住的那不只是负押隔离病房 那叫与世隔绝病房 因为他窗户门全部钉死 就跟当年的徐才后的待遇差不多 窗户被钉死 对 门也钉死 那对外宣称说怕他想不开 但是我觉得那个叫与世隔绝病房 反正就是被软件了 他这辈子大概就跟徐才后一样 大概没什么机会出来了 这个是在上海 我们都知道上海是谁的势力 上海其实是江泰的势力范围 那第二个刚刚这个阿关讲到这个 中良集团的这个洛家芒 他为什么被特别点名叫做江西邦呢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中国现在不断地在爆发这个所谓的 缺粮的危机 你怎么会搞一个中良 这个中良集团是很大的 他是负责这个粮食的进出口跟调度的 怎么会把这个集团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人 把他逮起来呢 而且他还中国的媒体还引述 他说这个这个洛家芒 到底跟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这个赖小民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江西王 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人其实半斤八两 都不是好东西就对了 那江西呢 江西是谁的地盘呢 很抱歉 刚好又是曾庆红的地盘 又是剑子江泽民 好 第三个人是谁呢 第三个是新清公司的董事长 叫做马少伟 新清公司在哪里呢 他是曾庆红的老巢在青海 青海没有什么农作物 但是青海有一个非常珍贵资源 叫做煤矿 青海的采煤的特许权 已经被曾庆红包办了14年 当然不会是曾庆红挂名 这个人叫做马少伟 他人称青海地下首富 那他这一次呢 也被逮了 那被逮了 大家想说 这个一定就是剑子曾庆红 所以前一阵子这个北戴河会议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 那现在就有趣了 为什么落马了三个 对 而且都是江派 跟江派息息相关的人 可是那为什么韩正没事呢 江派 韩正是江派的代表人物 那为什么韩正没事呢 而且你想想看 在我们上礼拜讲过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 纽约时报讲了习近平的姐姐 习乔乔 还有中国的政协主席汪洋 甚至这个政治局长有栗战书 他们三个人加起来 在香港的房地产总值 大概5100万美金 说实在以这个金额 在中国的贪官室里面 这个算小case了 那问题是 他收到了习近平的姐姐 是的 这个就是美港所在 好 那韩正难道 在香港没有房子吗 当然有 那为什么韩正没有 而且呢 再加上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 所以这个资料 一定是韩正给老美的 这是合理的怀疑 对不对 再加上一个佐证 就是当美国公布 因为香港通过这个 港版国安法之后 11个制裁高官名单 因为韩正是负责香港业务的 那为什么没被制裁 老美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有人就怀疑了 你又是纽约时报登 老美又不制裁韩正 所以韩正现在是变成县人了 还是转为污点证人了 这叫抓耙子 对 所以有可能转为污点证人 就是换取美国的不要制裁他 那我不断的在私下 提供你一些别人不知道的 中国高层的贪污资料 关键是 我们这么说我们都会这样想 习近平一直也这样想 为什么韩正你没有在 那个11个城市名单当中 为什么韩正你也买了 这么多的豪宅 却没有被点名呢 所以是不是就是你出卖了我们 习近平也会这么想 习近平当然也会这样想 所以韩正其实现在 有点在虎口拔牙的那种感觉 虽然他可能得到美国的某一种承诺 某一些承诺 比如说可能必要的时候 CIA会把你接走或怎么样 类似的 但是韩正因为你人还在中国 你还是在习近平的治理之下 而且习近平因为他现在 中国现在对外很简单 他现在就知道韬光养晦等11月3号 他的主观期待了 川普最后六帅 他夜里比较好过 这是他的主观期待 所以在11月3号之前 不管在外交在军事上 基本上中国就是韬光养晦好吧 他不会去惹老美 我不会去惹老美 那我习近平怎么办呢 我当然加大对内镇压的力道 所以你看北戴河会议一结束 马上三个江派跟曾庆红的人 马上中箭落马 所以韩正会不会是下一个 那就要看他到底给美国多少资料 好 这是对内 对内有没有可能加大内斗 甚至于把政敌一个一个给砍掉 但对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对外 他现在拉邦结派进来找南韩 让这次抵达釜山坛 习近平访问韩国的事宜 所以NHK怎么解读呢 NHK解读是 中国想借拉拢南韩来牵聚美国 对 中国的确打这个如意算盘 那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个如意算盘 大概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 南韩现任的总统文在寅 有人讲他亲中 我觉得比较精确的说法是 他比较亲北 因为叫做亲北韩 就文在寅一直很想完成一个 统一大梦 对 所以他跟北韩是相对是比较亲的 这个在南韩国内有很多人在批评他 那这是第一个 另外第二个就是 中国根据中国逃亡到海外的特工爆料 说中国对南韩政坛的渗透 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甚至他这个特工爆料 他说文在寅这次当选是中国帮忙的 而且他说这个网军 南韩在南韩境内 就有大概有1500名中国的网军在那边活动 所以文在寅是亲中派 对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亲中派大家好谈 第二个就是美国打算 刚刚这个张成大哥讲到说 美国战斧巡运飞弹可以打1600公里 可是因为战斧飞弹很贵 打一颗都好几亿 如果有一个大炮 可以打1600公里好不好用 好用 美国现在在研发 射程长达1600公里的加农炮 那他打算部署在哪里呢 就部署在南韩 你想想看 那我懂了 习近平说不准... 那是在我家后院 韩国是我家后院 那你这次还让他弄火炮 对 那1600公里 可以直接打到北京去 之前萨德是监视我而已 现在火炮是要打我 对 那当然不行 所以习近平这时候赶快拉拢南韩 而且他利用南韩跟美国之间的矛盾 有两个矛盾 第一个就是军费的问题 我们知道川普是生意人 他上任之后他一直要求盟国 一会儿找日本 一会儿找韩国 跟人要钱 对 要钱说你要分摊军费 跟人要付保护费 对 然后美国希望南韩提高到13% 但是韩国说13%很多 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这个第一个谈不懂 第二个呢 南韩里面也有一些反美的人士 他们第一个 他们一向反对美国在南韩驻军 所以他们就提报了一件事 说美国在南韩有四个军事基地 有四间实验室 那里面在干嘛 在研究碳趋热病毒 生化实验室啊 对 生化实验室 现在很敏感 对 非常的敏感 那碳趋热病毒 讨人厌的地方在南韩 不是说你它的传染性有多强 是这个碳趋热病毒几乎杀不死 它在任何恶劣环境之下 它都可以活下来 而且你在人家的土地上做实验 万一管理不当 卸出去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也造成南韩跟美国之间的一个矛盾 所以习近平现在积极在拉拢南韩 南韩的这个民族的个性 就是它很容易两边都不想得罪 像比如说我讲一个 美中贸易战开打的时候 美国不是要限制这个高科技 特别是半导体的技术帮中国代工吗 当时三星就两边押宝 它也不停华为的订单 可是它表面上它也停美国 最后这一招玩了半年多之后 被美国试破了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干掉了三星 因为台积电 因为三星现在也不能出货 对 三星现在也不能出货了 所以三星就两边押宝导 最后的结果是两边通通都没有了 就像哇咯 我现在有个人的对方 我是一天宣 reactions 我是一天宣 这个也不能出货 我们可以扮在这边